猛禽飛行和空拍機飛行究竟有哪些相同點呢 只有女中空拍機研習社邀請到專家介紹猛禽飛行 並在現場進行哈里斯音 紅鴛放飛及叫飛的互動 學生近距離看到老鷹覺得新奇又興奮 他們的飛行原理跟空拍機的原理是一樣的 透過他們的翅膀可以有更多的飛行角度 可以讓我更了解空拍機的原理吧 跟老鷹的飛行原理是差不多的 然後他們就是以老鷹為標準去衍生出來的機器 飛行講座上 巡音達人李志騰介紹哈里斯音 紅鴛與有準 回來鳥原負責人黃銀章先生架設不同的障礙物 指導老師蔡宗和希望讓學生們驗證不同飛行模式 在飛行姿態中比較出不同的優缺點 學生從這樣的一個飛行姿態裡面可以比較出不同的一個優點 那以及不同的一個缺點 那未來在空拍機的應用上面希望可以更好更進步 本國的有26種的猛禽都不能去飼養 來提倡一下大家對猛禽的認知還有一些保育的方式 基隆女中校長陳明映也指出 基隆的生態資源豐富 黑鴛常盤旋在校園上空 透過這一次的講座引發學生對飛行的興趣 我們就藉由這樣的一個實體課程來讓同學有不一樣的體驗 我們是跨域的一個課程結合 邀請到專業的巡養單位從不同的物種互動中 建立印證物理學與生態保護的觀念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